文贵 文贵 我们讨论和分享农业在产销之间 那依照惯例呢 其实我们在请讲者跟大家分享之前 我们还是会请在座的各位 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新的朋友 所以还是说明一下 哲学星期五在这边 它开始的一个缘由 基本上知识星期五是从2010年8月份 从台北市大商圈的牧哲咖啡店开始 那也就是固定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那让一群人针对不同的议题进行讨论 那所以讨论的开始其实就是会先让大家自我介绍 不要太短大概十秒钟 那如果你们是一群认识的朋友 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时间累积起来 那通常来说你可以来去讲讲你为什么来 对这个主题为什么感兴趣 或者是说你有些事项要跟在座的各位来做分享 或是宣传的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跟在座的做交流 那只是说我们在做分享的过程 不要避免过度的隐均继点 不对啦 隐均继点 讲得太过学术 那这样就会让一般人听不懂 那所以这交流的过程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有能力来进行讨论 那其实在一边做介绍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东西是不是要趁热吃 我今天好开心喔 就是今天在讲农业 其实农业就是什么 吃的根本嘛 所以秦中的一位讲者小马玉安 对不对 这一位他等一下你会自我介绍 他今天有带了两个自己做的蛋糕吗 是自己做蛋糕 然后一个他刚刚在强调声明说 他是用很厉害的小麦制作的 蛋糕面包嘛 它的原料一定是这个东西 那已经有切过 那旁边有一些辅助的器具就是汤匙 所以如果你晚上赶着过来 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可以就是品尝一下 但是记得留给旁边的人 然后另外的话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里面也有一些材料和香料 口碑是蛮特殊的 但一边吃 但请不要忘了自我介绍的部分 那既然那边先开始传 吃东西嘴巴会比较忙 那我们就先从这边来先进行自我介绍 好吗 可以齁 从我这边 是啊 要不然你其实刚刚应该先拦截那一盘 那美味的那个面包 来请 各位好我是淑慧 然后是哲伍的志工 然后也是台湾农村政线的伙伴 这样子 然后这几年一直在关心农业的议题 然后今天也来跟两位讲者分享一下 他们的一个充农的一个想法 经验感想这样子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那个中兴大学 MIT新大验证农产品市集 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天 早上在中兴大学 大概有20个有机农民来卖农产品 所以大家可以礼拜天到中兴大学走走 谢谢 好像是也好几年了对不对 就是 三年 三年六日都有吗 还是不太一样 中兴大学现在有两个农夫市集 然后礼拜六是新大有机农夫市集 他们成立六年多 那我们是MIT新大验证农产品市集 成立三年多 就是不同科系举办的 OK 所以一个是有机 一个是有机认证 两个都是有机 两个市集都是有机的 那礼拜六它是生物产业管理的科系举办的 那我们礼拜天 我们是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有成立这个市集的师生 都是土壤环境科学系 那土壤环境科学系 它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它其实叫肥料系 对所以我们科系的人就是比较多务农的人 这样子 然后从事跟农业有关的工作 所以大家有机会就是明天后天 都有两个不同的市集都可以去看一下 不远嘛 35号工程好像就会过去那边 然后对肥料想到开心农场 好像里面有一些东西 使用的很平凡 后来发现他们对土地不太好 对不对 除草记或者是那个 那我们这边顺着过来 不好意思 后面是不是 没关系后面OK 我们这样接着过去 也就不用从中间隔着 大家好 我叫张晏宁 是今年高三生大一 未来的哲学系学生 然后之前也有来过哲舞 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就想要再来 这是我第二次来 第二次来 那你为什么特别第二次挑 那个农业 在产销间农业这个主题过来 有特别的原因吗 没有 因为你念哲学吗 跟 还是就很在乎就是每天吃的东西 没有 因为之前想来 可是刚好礼拜五都没空 然后这终于有空了 所以就来 就是即将迈入暑假 而且确定有 就是知道是在大学在念什么 OK 好那这样等一下可以多吃一块 大家好 我是路人 刚刚经过就是有趣 现在看一下 路人 路人你从哪里来 你是台中人吗 我住桃园 你住桃园 所以你从桃园路过台中 我今天跟朋友约在这边见面 然后我们晚点就是 所以就现在刚好没事 就来看一下 OK 对对对 那你就感觉上还蛮freestyle 而且皮肤还蛮有黑的 所以你平时也有从事一些 农业吗 没有 没有 以后可能不知道 OKOK 好谢谢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来 我之前就一直想来 一直没有时间 然后我本身是 那个我们公司是新创的是 就是农业结合文创 对 所以我想说要来这边 收一些养分 然后很好奇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 麦子 麦子 全麦 你要不要 它是咸的 没有啊 它是甜的 你要吃 吃的 你会感觉 麦的味道非常好 口感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是全麦 哦 对 它是口感 口感是全麦造型 有肉粿是不是 有 好 谢谢你们 刚从那边传过来 大家可以就是品尝一下 想一下这个味道是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 吃比较多的加工食品 然后可能对于一些 食物的原料的那个味道 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 然后可能我们的讲者会跟我们更仔细来介绍刚刚吃到的东西 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刚刚说你农业跟文创结合 所以就是譬如说会有白萝卜宝宝做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那 然后凤梨明信片 的形态 哦有故事就是 包装啊 哦 OK 就让大家觉得这些农产品就是更可爱一些 吗 提升那个价值吧 文创就是提升一个产业的价值 OK OK 好了解 谢谢 那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小杜 然后 我之所以会想要来参加这个讲座 是因为 应该是说我之前就有在关注 就是饮食的议题 如何吃的健康 所以我之后就去报名参加自然农法的课程 那因为自然农法它就是 就是 比较耗费人力 那所以它的产销就是跟 跟一般就是透过农或产销班这个体系的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了解说 就是今天介绍的产销的部分就是 呃 会是给我们怎么样的知识 OK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你刚刚提的那个自然农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自然农法大概 我有看到有前辈在现场 呃 没关系你提到还是现场 在农法大概就是在种植的过程 就是没有用任何的肥料也不用农药 对 所以就是会很多虫的意思吗 它大概就是相信就是自然界就是生态体系 可能就是从土里面就是可能是微生物 然后就是跟一些食物链之间的关系 然后就是相信自然的力量 然后作物就会成长得很好这样子 OK 所以只要相信它就会成长得很好 不会被虫吃光 我对不起 我只是疑惑 疑惑 那江泽我为什么笑这么开心 好 但是但是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去想 因为现在肥料很多嘛 然后很多除草剂 沙虫剂 那好像都蛮便利的 但是可能回到所谓的自然 应该还是有一些优步在 有啦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有讲 不过我现在头脑有点混乱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要不要再吃一下那个 就是补充一下体力 等一下还可以再cue一下 下一位 为什么跳过红衣服的同学 因为就是我要帮他讲 你不给他机会让他自己讲一下吗 拿到麦克风就是一种全力的象征 你是第一次来吗 对 欢迎光临 因为我们的年龄层好像要往下降了 你是光荣国中对不对 对 国中 好 国中生 欢迎你 好 就是她是我妹妹 然后因为就是我拉她第一次来 所以就我帮她讲 她叫王惠璇 然后我叫王姿佑 然后我是第二次来 就我上一次来是在上学期的 最后一次段考那一天来的 对 然后那天考试就是 就是 今年第一场 对啊 然后就是因为之后就 因为补习就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就是又考完试就可以来了 对 你应该还有一科吧 就礼拜日再读就好了 OKOK 非常欢迎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也感谢你带妹妹来 OK 然后就是这一位同学 那一位同学也是第一次来 对 所以也是你带来的吗 算是吧 那有钱算是 就十年老师带来 非常好 我们都是十年老师的学生 然后我叫徐亚青 然后我们都是二年十七班的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都很想来 可是也是因为补习就没有空来 然后今天刚好断考完很闲就过来了 所以只要断考完就不用补习是不是 那是不是断考多一点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常来 很奇怪的推论 OK 谢谢你 所以你也是第一次就对了 OK 我是徐天 然后我不是第一次来 那不是第一次来应该很熟啊 要不要多讲一些 就是对于今天的主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期待 而且你刚刚第二排是不是已经有穿到 那个好吃的蛋糕了 但是这有没有吃 好 你们知道 你们没吃到吗 我说这里有人 哦 这里有人没吃到 好 那等一下那一盘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让它绕回来 它绕到哪边去了 好 没关系我们后面先穿 OK 那你不要再多讲一些 就是它每次的那个设计真的都很好看 就是那个 那讲后面的杯呢 对 每次都很好看 OK 这个就是传统的提袋嘛 塑胶袋 塑胶袋 是什么 是什么 塑胶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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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差不多上段考完 然后就这样过来 那你是前面都要补习吗 没有 还是说因为顺着前面的话 就想说那还是要接一下段考完才过来 就本来今天其实还是要去补习班读书的 所以 因为 段考完所以就觉得去补习班怎么没那么重要 就赶快来一下 那暑假是不是也可以更常来 呃 好像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OK好 没关系 还是欢迎你有空常来 我们前面是不是也还没有自我介绍 你要先从后面吗 那前面的你们可以多想一下 你们刚刚都已经有先品尝到 刚刚那个用小麦制作的蛋糕了 对不对 还是我们先往前传 谢谢 大家好我是李诺 然后我刚刚吃那个蛋糕 很好吃了 对不对 然后 我最近看那个白米炸弹课 我觉得他那个片子真的很精彩 还没有看的人真的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部片真的是个非常棒的片子 赶快去看这样 好像现在万代福还有在上映对不对 上午9点50分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映 但是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 假日可以西班一起去看 大家好我是台中女中的近代友 来很多次了 就这样 就这样喔 好啦 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台中女中高二的张凯冰 干嘛对着我一直笑啊 多说一点吧 我想说不讲话你会说 我来过很多 就不知道我来过几次 可是好像几乎来都是在讲 的时候都在讲农业或饮食 就想说把这一系列都听一听 这样 哦 所以就是 可是你就很难去一起做我们后面 因为我们就是当周在宣布下个礼拜的主题啊 对 那你怎么知道说下一次有没有 所以就知道每次都来这样 没有 就当天决定啊 当天决定啊 就是好像每个礼拜三都会播 对差不多 差不多 OK好 所以就是 还是会挑不同的主题来去做一个进步的认识 没有没有特别挑啦 只是就刚好这样 然后一起听一听 但我相信你如果是讲说 你今天非常期待今天的主题的话 我们坐在旁边的讲者也会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而且他刚刚有带了还不错 那个很好吃的东西 我刚刚有吃了一个 有那个肉桂的香味在里头 OK好来下一位 现在是我们自我介绍的时间 就是每个人大概有十秒钟 因为可能刚刚比较晚进来 就是哲舞的习惯是 在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参与者 可以谈谈说为什么会来 然后或者是对今天的主题 在产销界的农业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去进行 大家好我叫郭梦祥 然后我是在我的那个Facebook上面 看到有人就是转那个讯息 然后才来参加的 所以你是第一次过来吗 对 OK 那你是台中人吗 算 算 所以有一点不算 有时候会住南投 有时候会住南投 那来自于南投 你有在种什么东西吗 种米 种米 哦 是自己家里面吗 所以你也是一个 嗯 怎么形容呢 这个词我真的不太会去 农青 农青吗 对啊 看起来是个青年 然后又自己家里种米 所以是一位农青没有错 OK 好谢谢 大家好 我叫赖淑音 我是Facebook 收到这个讯息 好奇 快来看看 我们两个是母子 哦 所以你是农青的妈妈 所以是农妈 所以 所以你们是一起种米吗 这样问会不会有点冒昧 还是说家里本来其实就有在从事 那个 因为他想从事农业 所以我们就 哇好酷哦 所以妈妈是非常支持农青 妈妈爸爸一起下去 哦 全家人一起投入这个在种植的领域当中 种了第五年 种了第五年 哇很不简单耶 也是彩形刚刚后面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个自然农法 是是是 就是有一点难以解释 但是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方式 是 OK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再多做一些分享 我们 我们种水稻 我们原来也不是自然农法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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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义那个余国庆老师他们 是采财自然农法的 刚刚开始他们认为说 我们不需要 嗯 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嘛 然后就用机械 有 有 有用机械 然后 给育苗田 育苗厂育苗嘛 这样弄了 两年还是三年 后来 再种 那自己育苗 就自己用手工擦压 所以 现在还 在想要突破看看能不能用自己育苗以后用机械的 要不然这样产量也不是面积不会很大嘛 因为靠人工的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这件事情 那你们自己在生产销售的部分会去做认证的动作吗 我们没有认证 我们是靠自己的诚实 诚信 良心 自己吃 因为自己都跟着吃 对 就是这样子 好的 然后我们一些 我们的 买我们米的人 他们也会到田间来 有时候会来帮忙 所以就是 来帮忙也有一点 可能也有一点监督的味道吧 然后 就是透过这个机会 也能够清清土地 我们的米 还有我们的水 我们的土 我们是自己送去检验 我们没有检验 检验了几次以后 那个检验公司的人跟我们聊 他说你既然都不放任何的肥料 任何的农药 任何的 连有机肥都不放你 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验 他说其实要验你这个东西 产品的话 这些药品 对环境的伤害更大 他聊一聊 你们既然为了要 要维护这个环境的话 其实也可以不用验 就是这样子 是 请问你们是在 可是我们为了让消费者 他安心我们 陶石会验 我们三 三 一起去验一次 OK 谢谢 那你可以问一下说 你们是在南投的哪边吗 民间乡 哦 民间乡 就在佐水西畔 OK 谢谢 麦克风我们往前 是不是这边还没有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做徐兆涵 那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哲学星期五 那我会得到这个讯息 是之前在跟朋友喝咖啡的时候聊到的 其实我对这个议题就是没有特别 但是我因为我喜欢吸收新的东西 所以想说来听听看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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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台中人吗 我台中人 台中人 欢迎以后常来 好 谢谢 我叫王婷佑 我是第二次来 那我也是来上课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好说了 听别人说比较好 OK 大家都太客气了 其实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那个 那个大家等一下就是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可以稍微把美丽的脸庞或帅镜的那个脸蛋 就稍微面对一下我们的镜头 要不然可能就拍摄下来的话 就大家只有你知道就是黑黑的一坨后脑勺 来 这边 好 谢谢 没想到迟到还可以自我介绍 我叫李明俊 那我是在好伴的粉丝页上看到这个讯息 是第一次来参加哲学星期五 那会对于农业的产销间这个秘体感到兴趣的原因 是因为我一直有在河浦农学市集担任义工 然后必须承认是有机食品真的比一般食品贵很多 那我有考虑过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三餐都换成有机食品的话 我可能生活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小费就放在食物上面 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收入拿来运用在可能是旅游教育 或是其他的自我经营之类 所以我想知道说为什么有机农业既然对环境这么友善 我们却没有办法让他的成本降到 不是他 不好意思说说 应该让他的价格变得更亲密 谢谢 哇 真是大哉问 要够健康也要够荷包 早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能当更多人一起投入在这个支持的体系当中裡面 那个价格比较有机会能够降得下来 我们的麦克风现在在 是 大家好 我叫莉加水 我是台中体学礼拜五的准备指甘 就这样喔 是 麻烦 切换不过来 麻烦大家各位拿到麦克风的时候 可以把它拿近一点 就是让声音可以让每个人听得比较清晰一些些 那我们后面是不是刚刚没有介绍完 对不对 来 大家好 我叫轩怡 来蛮多次了 然后就 对于董业这个部分 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就再来听一次 之前有听过类似的议题了 对啊 谢谢 大家好 我新高 然后 我知道下班有空我都会过来 所以听看看这样 那刚刚还吃到 很好吃的蛋糕 所以 很感谢 谢谢 所以真的吃到东西 心情就会很开心 对不对 吃是不是也很重要的事情 好嘞 谢谢 下一位 我是来自嘉义大学 行校运筹学系的大三 卢冠云 然后 我今天是 第一次来参加哲学星期五 那 我之前听过哲学星期五 是台北那一个哲学星期五 那 之前有在 有参加过好办的一些活动 就很支持就是 很 很关注好办的一些讯息 那我发现说 就是 其实原来 好办也有哲学星期五 那我就非常好奇 那就是 之前就是有看到 就是发讯息说 就是 是关于农业议题 那我本身是 从事农业 就是有在 呃 从事农业协作 那我就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 那后来就是看到 活动业出来 就是 那简介 突然发现 主讲人是我的学长 对 对在这边 对 是 建伟 建伟学长 那我相信等一下 等下的演讲 应该会相当的精彩 我们学长相当会 会讲 好 就不要帮我打广告 对 没有那么厉害的 下一位 下一位 我是阿昌 这是我第二次来哲学星期五 但是上禮拜听完之后 知道这禮拜讲这个议题 就觉得很有兴趣想来听 就是我很想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 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听到说 过剩 然后古建商的 或者东西变得很便宜 然后农人又赔钱 政府又收购什么的 那希望今天可以解答我这个疑惑 这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孟慈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哲学星期五 那是 我今天是下来台中找朋友 然后 在等他下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有 好伴这边有 这个 哲学星期五的讲座 然后 可以叫我来听 然后等他下班 所以有好老师 然后有好朋友 对不对 然后就是 我对这个议题还蛮有兴趣的 是 因为刚好家里也有在务农 对 你们家种什么 嗯 水稻 番薯 然后很多菜 很多菜 就是自己用吗 对 那会 就是也会分争清本好友 还是会有销售的后面这个部分吗 也会有销售 也会有销售 然后就是 嗯 种 种的菜 就是整个村庄都会分这样 都会分 那刚刚你旁边这位朋友 他说 古剑商楼 你从自己家里这个经验 会有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吗 还是说就是因为好东西 然后就是 就是 猪鼻嫁别人家做会家 所以就不会太计较那个嫁小的问题 我们家应该是还好 因为我们是 嗯 自己的田给人家去种 对 我们不是 我们家不是就只是 赚这个种田的钱 那但是我 有 最近有听到说就是 嗯 邻居的蒜头就是 变得很不值钱 然后就在那边抱怨 所以就觉得 嗯 就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说 有什么 办法 或者是想要了解 怎么样 嗯 会 就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 就是这个古剑商楼的问题 改善这样 对 对啊 因为价格不好 就想做的人就变少 然后刚刚前面的朋友又说 如果三餐都要吃有机 但是又这么贵 那就变成是一个很 很奇怪的一个循环 所以 看看 这应该是集思广义啦 我相信 在投胜在其中的人 每个人都可能都有一些 自己的观察跟想法 然后大家一起想想说 诶 怎么样让大家可能吃得好 然后价格又漂亮 而且 努力生产的人 他也可以得到合理的一个保仇 OK 谢谢你 欢迎你来 以后下来 常下来晚的时候 也要记得过来这边 等女朋友下班 好 那我们请后面的 大家好 我是Gary 然后 我第一次来 我现在读中心大学 水兔保持学系 然后 就是暑假很闲 然后 我学长又带我来天津堂 然后见见识面 这样 就是多听一下知识 我觉得你很不错 因为以前 学长都会带人家去金钱报 之类的见识面 然后今天来 好伴之类的见识面 我觉得 挺好的 对不对 而且水保系应该算很相关 中心 中心大学应该算是 就是我们讲说 算 那农学院也很有名 OK 中心家的学校 那水保跟 跟农业 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你们学的东西 就是就你 你现在大几 我大一 大一喔 OK 你已经念完一年了 所以应该有些心得 我们就是很单纯 就是 因为我还不是很了解 那里面在干嘛 OK 没关系 就是身上大了之后 就会越来越不单 单纯了 但是我是指说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连结 不是只想水保 而是水保可能跟 一些土地有关的产业当中 可以怎么样做一些连结 欢迎你来 好 谢谢 所以旁边是带你来的朋友吗 OK 好 大家好 我叫雪群 那我现在在念国气所 是硕一 那其实我对农业这个议题 因为我之前去台南的土口村 那边做参访 他们在做农村再造 那就从里面 因为我了解到一些议题 让我觉得蛮正经 像是现在农业的平均人口 的年龄是65岁这样 好像说都会当我爷爷还在务农 那所以他们想要让更多年轻人回去做啦 因为其实他人口老年化很严重 对 那其实像刚刚有人提到说 蒜头的低落的价格的问题 那是因为最近是蒜头产量太好 所以我朋友现在也是硕班的同学 他们现在有去豪人帮 帮忙做那个蒜头银行 所以也是在想办法再改善这个区块 所以这个议题我觉得 可是吃这东西 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议题 这样子 对对对 是的 应该对我们大家都是 我们刚刚有个朋友 他是做那个文创 对不对 农业文创 所以可能是不是最近那蒜头 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就是它有浓厚的气味 而且量很大 然后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 可能让这些蒜农们能够 他们的东西能够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样 好 那旁边谢谢 各位好 我是许欣欣 我在祖父联盟台中分会工作 那我刚刚听到那个农妈发言之后 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志工啊 就是跟大家 我一定要接这个时间广告一下 就是7月4号开始 每个礼拜 好像7月4号礼拜几 礼拜五是 礼拜五的下午 对礼拜五下午 我们有一门课就是 来吃自己种的米 自然农法的系列课程 如果各位在场对于 这个自然农法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三明星路那边的 主妇联盟来上这系列课程 那总共有12堂课 第二堂课就要去收割 第三堂课要晒谷 第二堂课就可以收割了喔 因为之前种的啊 哦 是是是 我想说哇 就是收割的季节 所以有幸各位有兴趣的 欢迎一定要来报名全程 12堂课 那就是顺便广告一下 所以是礼拜五的下午 然后去收割完 然后就可以来折舞这样 也对 差不多就接着行程刚刚好 三明星路的主妇联盟 大家可以Google搜寻一下 大家好我叫阿龙 我第一次来这边 然后我是因为对农业的议题有兴趣 所以来听一下 你的阿龙是农业的龙吗 不是 龙凤的龙 哦 阿龙 欢迎你来 大家好我是苏菲 台中动保志工 那我刚刚听了很多人的自我介绍 会说在等朋友下班 或者中间没有地方去来杀时间 突然间我想到跟动保的连结 这边好像中途收容所 那除了猫狗的事情之外 我在几年前也试着曾经在一块地上 试着耕种了大概两三百坪吧 那我是一个纯都市化的小孩 从来没有接触过土地 我对土地其实没有那么多感情 那会去送菜 纯粹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玩的 那好玩其实持续不了太久 然后再来因为不撒药的关系 简直就是噩梦一场 完全无法收拾 然后在一整季之后 一个收成都没有 在三百坪的土地上面 还蛮可怕的我觉得 所以很感谢刚才那个小麦还种得出来 然后给我们这么好吃的蛋糕 谢谢 谢谢 所以刚刚那个农青跟农妈 他们讲说他们种到第五年 然后好像前面几年的时候 真的还蛮辛苦 因为连育苗都会有一些些困难 我们好像前面还有一些朋友 都没有做自我介绍对不对 这边要不要先来一下 大家好 我是哲武志工刘淑也 刚刚你的名字你还没进来之前 这边都有很努力的提到 二年十七班的朋友 就是老师带着学生来认识这个议题 大家好 我是江明燕 那就是这样吗 对 不要啦 再多说一些嘛 你刚刚是不是没有吃到小麦做的蛋糕 小麦做的蛋糕 小麦做的蛋糕 你看这是晚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以后记得要早点进来做自我介绍 我刚才是洗牙齿 你去洗牙齿 是因为吃到什么 是因为嘴巴破痛 应该很痛大家都知道 OK好辛苦你了 但是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你还是坚定的意志 就是继续来哲物 这边可以试试看 诶 刚刚那个小麦做的那个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也是小麦做的吗 当然 然后里面有红萝卜 然后还有一些香料 大家可以尝尝看 还有杨宇凡的凤梨 有凤梨在里面 刚刚有品尝到比较黑的那一块 有吃到凤梨的味道吗 没有是你的错 没有 没关系 那个这边前面还有 如果等一下可以再绕一下 来欢迎自我介绍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王依凡 然后这是我第三次来哲物 然后我们家在屏东是种水稻 跟红豆 红豆为主 对 然后所以这就是 我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的原因 然后其实像红豆来说啊 就是盘商收购的价格 跟市面上你们在 就是一般的市场买到的价格 其实真的差非常的多 然后其实我自己 一直都非常想要帮我爷爷卖红豆 用一些年轻人的方式卖 但是他一直觉得我狠狠 一直不停的阻止我 然后其实我们家的红豆 也并不是什么有机 或是自然农法种的 它其实就是传统的方式种的 然后与此同时 我的另外一个亲戚 我的姑姑她就是本来 也是跟我们一样 离家 然后在外面工作 我就回家去种就是有机的农作物 然后我爷爷就一直觉得他不务正业 就是就是他们就是 因为我爷爷是85岁的农夫了 然后他就一直不停的觉得 这些做有机的人就是不务正业啊 那种出来那么少 然后到底要怎么就是过生活 然后我会想要在这边听到一些 可能新的行销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宣传自然农法的方式 然后再回去跟我爷爷沟通一下 哇很不错 或许就是你可以跟他一起种红豆 他就开始会受到你的一些影响 你爷爷85岁 超过刚才后面朋友分享的那个 平均年龄65岁以上 好惊人啊 好来谢谢我们这边 大家好我叫华典 然后我现在进东海大学社会系 然后升大师 然后我是小马的学生啦 小马的学生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他是有来我们团契当辅导 这样子对对对 然后就是昨天天他在讲 就是他怎么样跟他哥哥开始 他那个销售的路程 然后他也邀请我来 就想说来听听看这样子 对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欢迎欢迎 东海离这边虽然有点小距离 但是 嗯 应该还是可以很顺利的下来 其实中港路最近比较塞啦 还行啦 就是可能想想看以后有什么办法克服 因为 即便BRT好了之后 可能或许还是会喝点塞 好 谢谢 这边这边 大家好 我是目前还在产销间迷路的阿虎 那我在埔里种那个香草 那今天是第一次来那个 折舞的朋友 大家请多指教 欢迎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韦婷 然后我也是跟他一起在种香草的 然后也是第一次过来 所以你们是香草王子二人组吗 没有拍下拍下 没有王子啊 建民叫香草 什么样的名称可以让大家更认识你们吗 在埔里的 你讲一下名号嘛 其实应该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进一步去Google啦 我们这边非广告 但是OK的 因为你刚刚都讲说不能当王子要当那个 所以 那我们是在埔里种那个香草 叫台光香草家 有机会可以去玩玩 台光 对 就是台湾的台 对 台湾的台光明的光 台光 没关系 种香草大概也只有两家而已 真的喔 OK 好 台光香草家 这边 你好 你哪里名 喂 我也叫韦婷 你好 那我是刚从高雄上来 因为是在高雄毕业 你是等朋友吗 没有没有没有 欢迎欢迎 然后 在高雄也有听过高雄的哲舞这样 今天就看到就来听 好欢迎你喔 所以你是在高雄工作念书 我在高雄读书刚毕业 刚毕业 所以你要回中台湾 就是展开我的新生活 新生活 那也会跟农业有关吗 我以后想要买一块地然后种田 所以就也蛮有兴趣的 是喔 那你家在台中哪一边是方便 在枫园的 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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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园那边 枫园那边好像也有不少座物 但是好像不是水稻类的 我们这边后面好像还有些朋友没有 还是我们先从这边 这里还有几位对不对 后面这里 不好意思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孟瑶 然后我是好伴的实习生 然后今天大家既然会来听一个 关于农业的这样一个哲学星期五 那相信大家对自己 嘴巴里面吃到的食物一定是很在意的 所以下面为好伴小瑶打一个广告 就是我们下一个星期六呢 会做一个旧城的美食小旅行 然后会带大家行走 第二市场包括中区周边旧城的一些在地美食 然后我们特意请到了西卫台中的作者 然后带领我们行走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我会把DM放在外面那张桌子上面 然后大家离开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谢谢大家 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做自我介绍 要给摄影机拍到 大家好我是嘉远 然后我是好伴现在的经营者 然后讲到农业就是可以分享一个 就是好伴的前身 现在也在进行的一个一组一组一组人 他们是就是好伴的前身的另外一块分支 他们现在台北的台家社会系馆顶楼种菜 他们叫加加酒 或是你可以查想跟 想跟 想是哪个想 想念的想 想念的想 然后耕种的耕 对然后 可能对很多农夫来说 在都市种菜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是我想对都市人来说 就是耕种其实只是一个 在屋顶上耕种只是一个媒介 就是其实目的是要让大家能够在都市里面 他也有可能亲近你自己食物的可能 那你从自己种菜过程 你才有可能去体会农夫 然后不用咬等等所需要的一些经历的难题 那你才有可能甚至去关心到乡村的土地议题等等 对那好伴自己也有个小菜园 虽然现在就是有点杂草丛生 那我们的香草长得蛮好的 对然后 就是今天 其实还蛮开心 就是会有这个议题 因为接下来好伴会想要做一个 跟返乡青年农夫有关的一个展授柜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边现在已经有空架子 就他接下来就会变成是 一区的展授柜 然后会有 跟一些返乡青年农夫 比如说像阿虹他们 或是一些 比如说埔里 或是像南埔 或是像西州 像水敏等等 他们就是 就是合作 然后让他变成可以成为一个销售 据点 所以其实今天也很 希望如果自己家里有在种菜 或是没有认识也是返商的这种青年农夫的话 就是可以多多介绍给我们 对但是我们这边可能只能摆那种耐久放 然后不用冷藏的这种农产品 好 大家好我是佩琪 然后就是这个空间是我跟家园两个人开的 那就是因为刚刚听到蒜头 因为突然想到最近我们高雄有一个叫做会 共同空间的朋友 他们找我们一起来推一个活动 叫五张发票做会来装蒜 就是因为零县是全国最大的蒜头产地 然后今年因为天气冷很适合生长 所以就产出非常多的蒜头 然后导致就供过于愁 所以蒜头的那个价格被拉到很低 就甚至好像一台金十元以下 甚至有低到被中盘商 横交到三块钱去收购 所以就是云林县的税务局 他们就发起用发票来换蒜头的方式 来替蒜头解决这些问题 那所以好办就会成为中部的一个据点 我们会 应该会有250斤的蒜头寄到这边 然后大家可以用五张发票换一斤的蒜头 那我们预计 就是我们最近会PO上一个连结 大家可以去填那个表单 就是你预计想要来跟我们换蒜头 那会统一在7月11号的那天礼拜五的晚上 还有7月12号礼拜六 可以来这边用发票换蒜头 对 那再第二件事就是那个 那边有一个蓝蓝的小海报 是我们下礼拜天办的一个柠檬工作坊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老板 他是叫妮可柠檬铺 然后他就是已经退休 可是他很希望 就他用柠檬做了一些天然的洗洁 就可以拿来洗碗洗头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就请他来伴教大家做天然环保的柠檬洗洁精 还有做柠檬码分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下海报 谢谢 所以可以用也可以吃 柠檬码分吗 码分 码分 对不起 后面还有朋友 大家好我是阿峰 我也是哲武的志工 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影片工作者 然后这几年就在农村里面也拍了 最主要拍了12 算是两部纪录片这样 关于农村的纪录片 然后其中一部是新建村的游积梦 然后讲的是宜兰的那一边的一群传统农民 想转型做游积这样 在那边蹲点蹲了一年 然后陪着他们一起耕种 对 然后一起面临那个销售的一个困难这样 所以在农业这个区块等于说 也有稍微的自己一点观察 然后今天过来这一边 对 最主要想听听年轻人 对 他们自己的观察跟分享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台湾农村政线的成员 然后今年刚好是联合国 联合国的一个国际家庭农业年 国际家庭农业年 然后就是说联合国为什么要推这个国际家庭农业年 就是说家庭农业跟所谓的农企业的一个差别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 等于说我们的一个农业要推广 现在其实很多就是说 关于农政学者 或是农业的一个相关的农金学者 对 他们会觉得规模 规模就是 比如说像之前曾经我们也找过刘志伟 对 然后来谈 他就说我们的规模就比不上美国啊 怎么样之类的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农业都会不太一样 然后会因应它的一个条件 刚才我听到 刚才前面有一位小姐说 她以后想买一块地 然后就 就说啊 耕种这样 然后 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 不管是我们家那一边 或是我前几年在宜兰 然后那一边的农地 一分地是差不多四百万 然后就是那一边有一个 在这个友善耕种里面的圈圈 有一个就是 普至于知名度的人 叫做赖青松 就是股东俱乐部这样 然后他耕种的面积是 五公寻多 然后等於说换算 用他的 五公寻多是一个 他觉得他 他个人跟他们的家庭 就是一个 家庭农业的一个状态 適合經營的規模換算成當地的一個現在市價的農地是2億多 然後2億多的一個地價 然後2億多的地價是你一個適合生產的一個家庭農場的一個規模 這個東西就是說我其實就是有一些人都不太知道 就我們台灣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整個農地在開放自由買賣之後 然後透過再加上就整個農地的炒作 然後不管是進去蓋農舍然後蓋民宿 或者說城市周遭的一個農地的一個市地的一個重畫 然後逐漸的都已經讓台灣的很多農地都已經高到離譜誇張 然後這個東西都讓現在的很多新農民要進入到農村 其實面臨到一個很大的門檻 就取得農地非常的不容易 取得農地不管是你買 買你可能買不起 你要租不好意思 你要租你必須要有脈絡要有人脈 你進入到傳統農村的時候 你要是沒有人脈人家是不會隨便租給你的 這兩年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況就是 就是當我們的一個整個農政裡面 這20年來農政裡面最誇張最被批評的就是所謂的修根政策 對做了調整 然後它變成一年只能修根一起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突然很多農地被釋放出來了 然後很多農地被釋放出來跑到哪裡去 帶根業者 現在這幾年帶根業者承接了很多大規模的 很多大規模的一個農地 然後擴張了他們的一個耕種 然後宜蘭小龍那邊也承接了一些農地 那是他們有一些農民 特別希望這個是被妥善照顧 或是某一些農地是那種帶根業者大型基居進不去的 小塊的這一種 需要人力進去的這一種 就會分到所謂的友善耕種的小龍這個區塊 然後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在我們看農業議題的時候 對就是我們必須要知道就是三農議題 就是農村農民農業其實是三位一體的 對當這個部分如果我們被分開看很容易就繞路 繞路就只是一個生產 只是一個生產這個部分 農村裡面對是什麼樣的人住在那一邊 然後他們的一個生活 他們的生產跟生活其實息息相關 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好不再最後最後對就打一個廣告 我們在7月26 7月26開始的那個禮拜 連續兩週我們會有 會有就是週六週日會有連續 會將近有十部的一個影片 就跟小龍然後跟小龍復甲 跟台灣的一個農業 然後包括有 有包括柯金元導演 柯金元導演的黑 然後陳映如導演的田 對然後就是來談 就是一些小農面臨到一個農地 農地的一個污染 然後產生的污染也是我們現在的台灣 農業跟農民必須要遇到 面對的一個藍體 然後連續兩週 7月26、27 然後到8月初兩週 歡迎大家有時間一起來參與 謝謝 那我們進步可以在那邊看到相關的訊息 是在哪邊播映 還是說我們要Google 就在我們海 就在好辦是不是 對對對 沒有錯 好辦真的是一個好處 對對對 請上網 對請關注我們好辦 OKOK謝謝 這樣麥克風都不拿嗎 不要這樣啦 我是哲武之工 阮群 謝謝 我們後面還有一些朋友 然後 剛剛是不是前排剛進來的朋友 對不對 不要以為你們剛晚進來 都沒有被我發現到 其實我的眼睛都有在偷瞄入口處 大家好我是雅筑 大家好我是家軍人 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工作的地方後面有一塊小田 然後我們就自己耕作 所以說之前5月的時候下大雨 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淹死了 所以還是一樣 就上菜市場去買菜這樣 所以你的字 就那個字根的今天就是想說 滿足自己日常生活 那個蔬菜的來源 OK好 我們後面這邊 麻煩幫我們嘗一下 謝謝 好大家好我是哲鴻 這是我第二次來 哲學星期五 然後 因為我本身是 要讀氣管的 那我對於行銷也滿有興趣的 那我覺得再來就是 農業其實台灣 是以農曆國 但是我覺得 以我個人來說 我對農業的認識其實很淺 那來這邊呢 我想說 我想要先了解農業 那看能不能 就是想藉由這個議題 知道禪銷間 那有如何未來的發展性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我是Amber 那因為我的外公外婆也是 本身也是務農 那就是在雲林 那早期也是種蒜頭 沒有錯 然後那所以就是 對於這個 今天的這個議題 就會覺得很有興趣 那因為我 那因為我自己個人 我對於就是吃的方面 我自己也還滿養生的 所以就 所以就希望可以今天來 就是在這邊 就是聽聽大家一些想法 謝謝 大家好我是于晨 然後剛有些朋友提到 就是自然農靶的部分 然後就是想到 我同事之前有跟我分享 那個一本書 然後它是那個 日本有個木村打工 這樣然後 它也是用 它是種蘋果 然後它就是堅持無農藥 然後不施肥這樣子 對然後 但是它的書名 是這一生至少要當一次傻瓜 我不知道說 當農夫是不是都是傻瓜 是不是代表這樣子 然後它的蘋果 那個木村爺爺的蘋果 就是很神奇 就是它放了兩年都不會爛 然後就是還有香氣這樣子 我不要說 今天雨潭人的小麥 有沒有這麼神奇這樣子 謝謝 這邊這位先生 不好意思 讓你等候這麼久 你可以多講一點點沒關係 沒有啦 所謂好酒店不買 對啊 所以 我想我今天 講話之後 我可以大膽說 綜合以上大家的意見 我可以提出我小小的 comment 對 我是怕電腦的 我是打電腦的 我是打電腦的 所以跟電腦有關的東西 大概或多或少我都有牽涉到 OK 那其實在農業這件事情上面的話 坦白講我怕我等一下講的話會 太小可 所以我大概丟一點點小小東西出來 其實台灣不是只有農業 這裡有很多問題 其實台灣之前在做毛豬也有很大的問題 那養豬的人其實彼此之間不太會合作 後來中藝大學有個老師就提議 我能不能用電腦來幫忙一下這個毛豬市場 OK 他做什麼事情 他完全不控管價格 他只控管那個豬的出生 你這個家你租 你現在打算升級頭你要跟我報備 OK 你說你報三頭 你進了獨摘場或是宅你三頭豬 多的我都不要 OK 那目前來講其實大家講 哇好棒喔 趕快來做農業這些 其實我心裡面聽了之後 其實覺得這個叫理想 剛剛裡面 對不起我沒辦法看到那麼正確 剛剛那個叫現實 OK 如果你真的很有心要投入農業這件事情的話 坦白講我站在一樣資訊的系統上 我告訴各位 農業在產銷之間 要解決一下問題根本之道 非常簡單做直銷 自產自銷嗎 沒有 直接銷售 直接銷售 對對對 但是這個中間的話 你不可能去達到這件事情 是你辦不到的 對 因為中間有一個人 他會站出來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我農會 OK 就會被卡住就對了 不是卡住啊 是 自然淘汰法 你今天是個農夫嘛 你今天種了紅豆 OK 那你現在量 你種完之後的話 農會有跟你講說 你多少我中收 你們整個爭頭多少我中收 OK 你們整個台中市多少我中收 OK 你整個海山多少我中收 OK 我想目前為止 不管是 哪一個民間團體能夠講出這句話 我目前非常非常少看到 講一句話說 你們整個爭頭幾個我中收 對 這有相當難度 OK 中間為什麼 末端售價跟農夫被批的價格中 那麼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中間很多人的家庭要養 所以這沒有辦法 OK 所以我只會 我想請大家幫忙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有心想要統入農業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說一句坦白話 目前的很多銷售的電子平台 比如說很多什麼PC Home啊 Yahoo啊 很多商店啊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把你阿公家裡面紅豆 然後上網就開始賣了 OK 包含各位 可以說 我可以把我們那個 蒜頭部分 現在已經整個都 殺到完全沒有價格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灑到網路上面去賣 因為隨便賣成功 你都是賺到大錢 對 兩塊三塊的蒜頭 灑到網路去 那成本多低啊 OK 對不起因為我念資管 再上延商 OK 成本如果壓不下來 我今天我的量都撞不出去 OK 我媽吃有機可以啊 OK 中醫大學有個有機市集 OK 我今天要逛完一趟之後 我只有一個印象之後 我再也不敢去有機市集了 OK 我去外面喝一杯豆漿喔 一瓶喔 30塊 我去有機裡面 一瓶要90塊 我敢喝豆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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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塊 OK 那請請教各位個問題 你如何可以從50塊的便當說 我不要吃 我要開始吃150塊的便當 甚至200塊的便當 如果你三餐的消費喔 沒辦法平均每一餐都達到 200塊這個消費水準的話 我會告訴你 支持有機最好的方法是 趕快努力賺錢 趕快把你的荷包養肥養大 OK 因為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台灣怎麼做量產 這件事情都是拼不過的 理由也很簡單 我想待會有人講 就會給我們一些想法喔 拼不過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第一 人家用機械化生存 我們還是人家用手工在做 有機一定要手工才能做嗎 我 有機可以用機械做 台灣 台灣很少有人用機械在做有機 難度太高了 OK 你不機械你沒有量啊 量不大的話 商用模式你亂錄起來 OK 所以各位要努力做什麼 台灣農業可能開始要走精緻化 精緻化一個原因喔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如果把一個米喔 在台灣一包米 他可能賣兩百塊 經過包裝之後賣到日本 他賣兩千塊 OK 這件事情是什麼 這件事情是我 我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不可思議喔 理由很簡單 他把台灣 南投縣最好的米 百分之一的米 全部收集起來 百分之一而有 收完之後的話 那包米的成本是五百塊 花一千塊開始打包它 把它做包裝 OK 用一千五的賣到日本去 那一包米我告訴你 連你看到它之後 你都捨不得吃它 因為它叫藝術品 所有的包裝 全部都是用什麼 稻米下去編織出來的 它整個是煩我們以前啊 那個米啊 它是用什麼 稻草給它包起來的 包好好的 如果你去看那個什麼 七八年 七十年八十年以前 沒有塑膠袋的時候 人家怎麼裝那個米 他們就去做那個方式 去把它做出來 把它編得非常漂亮 覺得那個叫藝術品 OK 但是這個米很成功賣到日本去的時候 它很成功帶動了另外一個文化起來 就是 南投草屯開始有人在編 草帶 用稻草開始變那種東西 對 可是告訴各位 一包米本來是五百塊 現在賣到你家賣 兩千塊 你買不買 笑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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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其實提了一些 都可以一起來想一想的 那個想吃好東西 但是要顧荷包 嗨 自我介紹一下吧 簡短自我介紹是可以的 好 我叫阿波羅 謝謝 喔 好 沒有 我常來這邊 他們有一些人認識我 謝謝 好 可是我們有一些第一次來的朋友 您是阿波羅先生 好的 非常歡迎你來 那請坐 那我們是不是也請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跟我們的語談 跟主講者 就是 就切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在產消街的農業 因為剛剛其實在座很多 都有用自身的經驗 或是有一些觀察 那我們今天可以 好好把握這個時間 來做一些討論跟分享